80年代是香港电视剧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无限议员训练斑百花旗放的年代,那时的TVB盛产帅哥美女,我是那个年代的观众,年少的回忆特别清晰,总觉得那是最好的年代,今天就谈谈我最有印象,醉得我心的是二位当家花旦,他们个个青春逼人,貌美如花,气质演技艺十分出色。 1.赵雅芝,赵雅芝外形轻力脱俗,美丽动人,1978年TVB开拍金《雍鸣注以天屠龙记》时便着重看重她的扮相和演技,只怕23岁的她出演了周芷若一角,赵雅芝也以其外形轻力柔美,古装表演清新自然而名声大振,但真正让她声名大振,名造一时的,是她在八十版《上海滩》中所饰演的单纯美丽的冯澄澄, 《上海滩》不仅让她跃身TVB四大花旦,成为与汪名全齐名的TVB明觉。 此外,在八十年代她在《无限》还参与演出了《观世音》、《杨家将》、《雪山飞虎》等剧集。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零年代,赵雅芝到台湾发展,继续谱写着她的美丽神话,精华烟云,戏说乾隆和新白娘子传奇让她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 她所饰演的一个个经典的荧幕形象更是有口皆碑,越身为台湾片酬最高的女演员。 如今赵雅芝又被喜爱她的人冠以不老女神的称号,一年近七十的她的她依旧美到不行,着实现杀旁人,同时亦让她的影迷开心。 二、七美珍 1981年七美珍考入无线电视一员训练班第时期,和刘德华、梁家辉氏同学。 1982年正式出道《武力人之一》,她最为人熟知的角色当属笑傲江湖中宇州润发合作的小师妹和绝代双交中的花月奴。 在八十年代七美珍还主演绝代双交、新扎师兄续集《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林冲、杨家将等剧集。 此外,她还是无线五虎江之一苗乔伟的妻子。 苗,七不仅在杨家将和绝代双交等剧集中伴夫妻,现实生活中意识婚姻美满,1990年二人相恋八年后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七美珍逐渐淡出娱乐圈。 2008年宣布复出,次年搭档吕梁伟、罗嘉良、马德忠、袁咏仪、郭可颖等人主演电视剧《富贵门》。 三,翁美玲。 翁美玲曾在1980年参加英国华裔小姐竞选,获登亚军宝座。 1982年,她回港参选香港小姐竞选,成为15位入选港姐之一,被邀请做无线电视妇女新资主持人, 后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演员合约。 1983年,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已经播映,引起很大的轰动。 她扮演的黄龙冰雪聪明却又刁蛮任性,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 她那清澈晃晶莹的大眼睛和一口洁白可爱的兔子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被誉为理想的黄龙,凭着她神似的造型和出色的表现,把翘黄龙这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此剧令她在演艺界内一炮而红。 在成名后,她还主演了《家心人》、《决战玄武门》、《天师之位》、《生锈桥王》、《楚河汉界》等无限聚集。 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1985年5月14日,翁美玲殷勤敢纠葛在家中开煤器自杀,年仅26岁。 4.陈玉莲 陈玉莲1977年签约TVB《无限议员训练班》第六期毕业,八十年代的当家花旦。 武力人之一,其相貌名利动人尤其是古装扮相,擅长扮演冰清玉洁的玉女形象。 在1983版《神雕侠侣》中因饰演小龙女一角在香港宏集一史,代表作有《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大运河》。 八十年代参演的主要作品有《飞鹰》、《十三太保》、《思海一家》、《好女当差》、《楚河汉介》、《小岛风云》等。 陈玉莲在1993年退出演艺圈,2008年,在西影十四年后复出,与刘松仁合作拍摄《原来爱上贼》。 目前主要从事义工工作,亦参加慈善活动及主持电台节目。 2012年出演《无限台庆聚名愿望族》。 5.蓝结音 蓝结音于1982年加入《无限议员训练班》,1984年1月毕业并出演首部电视剧《扭机双星》。 当时她是TVB最受力捧的女新人,家有娇气的热播为她赢得了亮绝舞台山的美誉,意思是香港五家电视台中最漂亮的女演员。 蓝结音五官精致,刚出道时气质清纯靓丽,后来逐渐转为忧郁苦情。 她参演的电视剧大部分人气都很高,如《真命天子》、《六指秦魔》、《万家传说》、《一不容情》、《盖世豪侠》、《大时代》等。 受到众多电视迷的追捧,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2018年11月3日凌晨,蓝结音在香港赤柱寓所内被发现促使,年仅55岁。 六、曾华倩,1983年18岁的曾华倩考上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与吴君如、刘青云、吴启华等人为同学,毕业后即加入无线电视台,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出道,被称为拥有翁美玲的真、陈玉莲的冷、张曼玉的翘。 80年代曾先后主演杨家将、雪山飞狐、新扎师兄绪集、《以天屠龙记》、《鞭城浪子》、《天龙神剑》等多部剧集,与影帝梁朝伟曾为情侣。 90年代中后期,曾华倩因结婚生子但出演一圈。 2006年复出,参演无线剧集《古灵惊叹》、《当狗爱上猫》。 2018年加入重组后的新亚士,曾主持今晚剑及今晚夜地剑节目,虽然已经53岁,但依然楚楚动人,迷人风采不减当年。 7.张曼玉 1983年张曼玉参加港姐选美获得亚军,随即与TVB签约成为旗下议员。 1984年搭档刘青云、蓝杰英、詹炳熙、陈柏强主演画出彩虹。 这是他参演的首部电视剧,之后又与梁朝伟一起出演了颇有反响的新扎师兄。 清新靓丽的外表令人记忆犹新。 1985年,张曼玉与哥哥张国荣一起合演《武林世家》,随后又出演杨家将。 他在其中扮演只有几个镜头的九天玄女。 满约两年之后,张曼玉不再参与电视剧的演出转入影坛发展,如今已贵为国际影后。 8.公慈恩 1984年,21岁的公慈恩报考了无限第一期议员进修班,并成为TVB签约演员。 同年他参演了TVB一姐汪明泉主演的电视剧《秋锦》,开始登上了大荧幕。 不久公慈恩又搭档苗乔,翁美玲主演了武侠剧《楚留香之蝙蝠传奇》。 1985年,刚出道一年的公慈恩旧《丹纲女主角》和周润发,观礼节合作主演了电视剧《大香港》。 此外,他还参演了《杨家将》、《还我本色》、《雪山飞狐》、《雪花神剑》等经典剧集。 1999年,公慈恩步入婚姻,渐渐淡出了演艺圈。 2012年复出,并参演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元宇。 2022年,公慈恩与李耀祥合作出演的电视剧《清宫》。 2023年11月17日,公慈恩主演的电视剧《新闻女王》在优酷港剧场播出。 9.邓翠文 1985年出道的邓翠文曾有翁美玲的接班人、最佳古装美人等封号。 她的相貌可爱伶俐,楚楚动人,古今皆已,因此刚一出道就受到TVB的力捧,并且很快就成了TVB80年代中后期最有名的当家花旦之一。 她的电视剧作品横跨80、90年代和21世纪,已然成为无线电视台的长青树,至今仍有很高的人气。 她的经典作品数不胜数,比如80年代的《薛仁贵争东》、《以天图龙记》、《侠客行》、《万家传说》等。 90年代的《再见艳阳天》、《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国际刑警》、2000年后的《金之玉孽》、《施奶兵团》、《金国枭雄》系列。 谁?谢宁。谢宁于1985年竞选香港小姐,在夺得港姐冠军后加入无线电视,在80年代中后期备受TVB的力捧,成为古装剧当红花旦之一。 她在电视剧《绝代双胶》里饰演的苏英以及《编程浪子》里饰演的翠农深受观众喜爱,成为迎评经典。 此外她还出演过《狄青》、《飞跃官场》、《天变》、《决战皇城》、《莲成爵》等剧集。 1991年谢宁和著名电影人曾建勋结婚,退出娱乐圈,2005年离婚,同年复出为老冬家主持为石旧兵节目,还有情客串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11.李美贤 李美贤是80年代中后期香港无限当家花旦,有第一古装美人之称,曾经是无数电视观众的梦中情人。 李美贤是无限电视台第二期议员进修班学员,与郭富成、邓翠文、邵美琪等人士同学。 在1986年梁朝伟版《一天屠龙记》中,李美贤第一次饰演了赵敏这个被观众熟知的古装角色。 他除了演出了霸气,还多了一份雍容的气质。 这是李美贤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此外,李美贤还主演了《书建恩仇录》、《绝代双胶》、《连成绝》等。 1996年淡出演《一圈》,1999年参演台湾剧《多情刀客无情刀之回旋刀》,2000年完全吸引。 12.周海妹 1985年,19岁的周海妹参加《香港小姐落选》,同年签约无限电视台并出演首部电视剧《杨家将》。 刚出道的她外貌清纯甜美,展开后的她焦丽妩媚,给人印象深刻。 周海妹的相貌稍逊于曾画茜与兰杰英两位师姐,但同样是TVB最漂亮的女星之一。 她的扮相古今皆矣,气质妩媚而不识大气,80年代后期成为当家花旦。 90年代初更是TVB当仁不让的一节。 周海妹在无限主演的电视作品有《流氓大亨》、《义不容情》、《真命天子》、《今生无悔》、《纵横四海》、《影城大亨》、《大闹广昌龙》、《天地豪情》、《雪景狙击》等,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 2023年12月11日,周海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57岁。 2.1.2.2